前面講的是登陸 接下來我要請來 你請我怎麼計算出來 你要提列呆帳 去利用的金額 那我提了呆帳的費用 有兩個方法 換你前面有兩個位置 這邊也躺前面有兩個位置 旁邊還有一個誰 那個空照 是那麼後面 這邊有兩個位置 這邊有兩個位置 然後徐家衛 這邊有個位置 好 太後面了 然後安靜的話 這邊有個位置 每一個地方好安 就在那裡 這邊有個位置 好快呀 這邊還有多位置 尤其沒有桌子 尤其沒有桌子 你沒有桌子 好 好 我想我的特養 應該要上來 好 我想你應該不用那麼辛苦用電話 好 好 現在這樣真的很難掌控 好 因為 比電視很容易看 因為 鮮條我們看得到 但是呢 平檔或者是小時候還難看得到 看得懂 有一些人 這個小小的地方 其實呢 會看得到說 三隻金頭 他手這邊動動動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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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幫大家找到 幫大家找到 好 有滿很多位置啊 剛好我們都把這個 我們上個禮拜已經發完討論 結果今天就 上個禮拜連續我真的是 好 我說這樣只有第一次上課的時候 這麼多人 然後呢 接下來就沒了 那今天呢 看來又一來討論 我想再起碼十個活動 好 我們待會可以 我們要留點時間檢討考驗 那如果有信用 我們還可以給個 好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現在談的是這個 我的金額怎麼算 那我們說了 我們有兩種方法 一個叫做 損益表法 損益表法呢 我們要叫做一種 消磨百分比法 更精準一點 應該叫做 收銷百分比法 因為我有收銷 才會有產生運收賬款 因為我有運收賬款 才有賬款收復回來的問題 我先進交易中的這個問題 好 所以呢 如果更好的 就叫攝銷百分比 但是攝銷是因為 如果我們記錄的時候 我們有 我們的消貨收入可以看得出來 有多少是現效 多少是攝銷 那我們就用攝銷百分比算 是最精準 更精準 更精準 相較於消貨百分比來算 會更精準一點 但是如果我們的帳戶上面 並沒有辦法很清楚看得出來 有多少是現效 有多少是攝銷 那我們就用消貨百分比 好 那因為我說了 我都是根據過去的經驗 我的消貨收入裡面 有多少發生帳款收不回來 所以這個是看你過去的 記錄的方式來做 這個估計就可以了 好 所以這個也就叫做損益表法 衛生交損益表法 因為它的這樣的一個提閱方式 就是可以滿足的是收入費用配合的原則 如果呈現這麼多的收入 那根據過去的經驗 這麼多的收入裡面 有多少錢是發生帳款收不回來的呆帳 所以我們用這個計算 依這個標準 或者是依這個估計方式 來計算我們的呆帳費用 所以這個叫做損益表法 又叫做 如果它真的計算的方式 是根據銷貨或是順項金的來計算 好 另外一個叫做資產負債表法 好 另外一個叫做資產負債表法 它的原因呢 因為它的這樣的計算 是能夠讓我的資產負債表 反映出最接近市場價值 另外一個資產負債表法 那它的做法呢 我們叫做應收帳款與額法 好 根據以往的經驗 我期望呢 應收帳款有多少錢會收不回來 我是根據應收帳款的實現的金額 收得回來的金額 所以叫應收帳款的淨帝線價值 會變成現金的價值來評價它 所以我們要叫做資產負債表法 因為要根據應收帳款 估計 假設我有100萬的應收帳款 但是根據我過去的經驗 100萬的應收帳款裡面 大概只能收回98萬 如果我成為2萬塊的呆帳 對A底呆帳 好 那因為我就是什麼 在我的資產負債表裡頭 允當的 或者是這個 充分揭露出來 我的應收帳款的市場價值 所以它又叫做資產負債表法 也就是說這種方式計算出來的呆帳費用 是你能夠什麼 目的是能夠顯現出來應收帳款的 最接近市場的市場 如果用這種方法呢 我是能夠最能夠反映出 我收入跟費用配合之下都產生的 好 那資產應收帳款呢 其實是根據應收帳款的總金額來算 就是如果我要更精準一點 好 這個叫什麼 帳零分析法 好 帳零分析法呢 就是根據應收帳款的時間 未過期的 過期30天 過期60天 過期90天 過期180天 我根據每一個帳款的時間長短來評估 未過期的 可能他發生的帶帳率會比較少 可能百分之一 那如果已經過期180天了 那很可能我這個要收回他比較困難 因為會要收要付款的 或者是遵守他的信用的 大部分都在我們雙方交付我時間之內 就已經付款了 那當然人男女有時候不太方便 所以他會脫贏給你 其實脫贏到180天了 可能他的困難也就很大了 所以他帳款修復的機率就很少 可能就有50% 如果根據每個帳款的 過期跟未過期先分出兩類 那過期更再根據過期的時間長短來 給予不同的壞帳率 所以這個叫做帳零分析法 那因為這個都是根據應收帳款來算 所以他都算是資產負債表法 好 先告訴你 有這兩個方法去計算 我期末評價的時候提略的金額 但是要提略的金額之外 好 就是提略的金額呢 有這兩個方法 那講完之後呢 我們要去談那你怎麼算 邏輯都知道了 但你也都清楚了 接下來要談你怎麼去算出這個數字 好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這個版本上面的例子 好 所以我們看一下呢 市立四 好 市立四的189頁 他說呢 清新公司 X5年的奢銷金額有250萬 然後呢 X5年底的應收帳款 又是888,000 然後調整前被理貸帳的 貸余有17,000 那請你根據下列的 這三個方法來計算它 X5年度要提列的呆帳費用 就是X5年底調整 所要做的科目的金額 第一個是消貨百分比法 好 那它告訴我收家金額 沒有告訴我的現象啊 沒有告訴我消貨總金額 所以我就把它等 因為這數字上面只有一個嘛 就是跟消貨有關係的 只有什麼 只有250萬 所以如果根據那個運收帳 消貨金額的百分之一 來提列呆帳費用 所以要記得它給你的條件是什麼 我覺得大部分給你的是 消貨金額 不會給你總額 因為消貨的總額裡面 有可能發生什麼 折扣啦 退回啦 責讓 所以如果你在計算它的壞賬率的時候 那是99喔 好 17 記得 它大部分都會是給你的 消貨金額的百分比 好 那給你總額的話 給你總額那有其他的數字 你要把那些其他的什麼消貨折扣啦 消貨折讓你退回的數字都扣掉 好 這個提醒一下 好 像這個例子來講呢 我竟然是 奢銷金額是250萬的百分之一 所以我就是借待帳費用 百分之一就是25000 所以如果根據這個方式去計算出來的話 那我的資產不在表的 有關於應收賬款的表達方式會怎麼表達 我的資產不在表 好 應收賬款 八十八萬八千 減掉貝里呆賬 得到我們這個叫做應收賬款的淨變現價值 好 進變現價值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它減嘛 用花工來表示 那我們來看一下呢 因為調整前 好 它已經告訴了 你告訴我們說 調整前被比栽葬的余額是代方一萬七 好 它告訴我調整前是一萬七 在代方 現在我這邊是代帳兩萬五千 所以調整之後我有四萬兩千 所以我反映在我的資產負債表的背底代帳 就有四萬兩千 要看得懂嗎 所以我的淨變性價值 如果在我的消貨金額百分比法 或是消貨百分比法 或是遵益療法之下的 應收賬款的那個淨變性價值 在我的資產不在表達出來是八十四萬六千 好 這是第一個 如果我根據消貨金額百分比 來提列我的代帳費用 那第二個我們來看一下呢 它另外的方法是根據什麼 根據我的應收賬款的百分比 好 應收賬款的代帳率 如果根據應收賬款預額的金額來算的話呢 它的代帳率是百分之五 所以我要告訴你的是說 在我的資產不代表裡面 好 另外一個方法 應收賬款八十八萬八千 裡面呢 有百分之五收不回來 所以八十八萬八千的百分之五 也就是我調整之後的被替代帳 換言之呢 我的應收賬款裡面有百分之九十五收得到錢 百分之五收不到錢 所以我調整之後的淨變性價值是八十四萬三千六百 好 也就是說我八十八萬八千裡面呢 有百分之五收不回來嘛 所以我有四萬四千四百 我先寫這個地方就要告訴你說 因為根據我的賬名分析法 根據我的應收賬款百分比來算的意思是什麼 我的運收賬款的余額裡面 有百分之九十五收得到錢 有百分之五收不到錢 所以我反應在我的資產負責額裡面 就是我的被替代帳要有百分之五的話 就是四萬四千四百 好 所以我百分之九十五就是八十四萬三千六百 收得到錢 好 這是我要得到的這個結果喔 所以我們就要回過頭來看 我的分度要怎麼寫 好 這是第二個方法 因為我的科目都一樣啊 背底法期末調整的時候 都是借代帳費用戴背底代帳 所以科目都一樣 所以後面的金額不一樣 那後面的金額怎麼個不一樣法呢 因為我剛剛您講了 我要讓我調整之後的背底代帳是四萬四千四百 所以我的背底代帳調整前 好 我寫在先寫在這邊喔 背底代帳調整前是一萬七 我調整之後要四萬四千四百 這個數字是這裡來的 好 四萬四千四百 所以這個數字從哪裡來這裡來的 好 一樣都是什麼 調整之後的餘額 那我的如果根據我的資產負債表法 我是先知道我調整之後的餘額 再去推 那我前面已經有一萬七囉 所以我知道調整多少 兩萬六千六百 好 兩萬七千四百 所以我要調整的時候 我的金額就是兩萬七千四百 因為調整前有一萬七 加上兩萬七千四百之後 調整之後的金額就會四萬四千四百 就一樣 好 所以我調整的分路就是兩萬七千 兩萬七千四百 要看懂嗎 所以如果是資產負債表法 指的是我調整之後要有的金額 所以這個時候我就要考慮 我的調整的金額就會受到 我調整前背底代帳有多少金額 等一下 如果是消貨百分比馬 不管我之前也有多少 因為我只管我們當年就有多少的消貨 根據我過去的經驗 消貨裡頭多少收不回來錢 所以我跟我調整前的背底代帳的金額 是沒有關係 是不用列入考慮的 但是如果你根據帳名分析法 根據資產負債表法的時候 我算出來是調整之後要有多少金額 調整之後要有多少金額 所以我的調整金額就會受到調整前的 因為有多少的影響 所以這個例子因為調整前有一萬七 所以我為了要調整之後 有四萬四千四百的代帳的話 我只要調整兩萬七千四百 就可以滿足這樣的一個結果了 要看懂嗎? 好 那第三個方法跟這個很像 因為它算出來第三個叫做帳靈分析法 我根據我88萬8千800的應修帳篷 我去分析 那未過期的呢 有五十二萬兩千 然後已經過期九十天的話呢 有十五萬兩千 那過期超過九十天 但是還沒有滿足 還沒有超過一百八十天的 有十六萬四千 然後已經超過一百八十天以上的 有五萬塊 然後根據呢 不同的帳領也與不同的壞帳率 那還沒有過期的呢 我認為它會評估的壞帳率是百分之二 過期超過九十天之內百分之四 然後呢 如果九十天到一百八十天之間呢 有百分之八 如果超過一百八十天以上呢 我認為收復的機率有百分之三十 這樣根據這個每個比例就算出來 所以算出來之後 我的帳靈分析法之下 應該要有的壞比擔帳的金額有四萬四千六百四十 好 也就是說 照您分析法呢 好 因為呢 我算出來 我調整之後 備擔要有四萬四千六百四十 所以我調整前有一萬七 我要調整多少 才能夠讓它是四萬四千六百四十呢 就是兩萬七千六百四十 好 所以呢 我這個調整分路 一樣切 擔帳費用 兩萬七千六百四十 戴貝底擔帳兩萬六千 兩萬七千六百四十 那我的資產負債表 這個例子裡面的資產負債表 88萬8千 去減掉我的貝底擔帳調整之後 要四萬四千六百四十 所以得到的是 八十四萬三千三百六十 預測帳範 在我的資產負債表的 表達出來的幾乎變成這樣 好 就是三種方式預算 那其實第二跟第三 都是算資產負債表的話 因為我先得到 調整之後的資產 可以給大家要多少 然後再去推算調整錢 再去推算我調整分數要寫多少 跟幾乎多少 這是189月到1910月所寫的 好 那後面的幾個 你就自己先看一看就好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 運休票數的問題 對這個比較簡單 前面講分數怎麼寫 後面金額怎麼算 那在會計裡頭金額怎麼算 就是一個什麼重點嗎 所以會計裡頭很多要算 因為它的算就是加起來成此問題 你只是要知道什麼成什麼 放在哪一個地方 這是你們要知道的 好 那再來看一下呢 應收票數的問題 那應收票數其實也跟應收帳簽很像 那應收 所以應收票數也有待帳的問題 其實我們在這裡幾乎在講 待帳的問題了 我們是講 因為我們今天講應收票數 其實也跟應收帳簽都有比較的問題 評價的方式跟我們的應收帳簽是類似的 所以我們現在講應收票數的時候 比較單獨去講 在應收票數裡頭 比較有特殊會有的東西 那我們來看一下 當然應收票數入帳的時間點跟 跟我們的應收帳簽是類似的 你產生權利幾乎就可以入帳 第二個我們要去算的 我們要講的是它的入帳的金額 那應收票數比較複雜一點點 是因為可能像我們剛剛講說 假設我賣了它一個東西 然後我跟它講好是三年之後 它才付錢 那這個時候或者是分期付款 那分期付款可能也 你有利率可能沒有利率 那如果你的利率跟市場利率一樣 你的收款的金額就跟它限時一樣 但是如果你的利率是跟市場利率不一樣的話 你都會有限時的問題 這跟我們第四章講的概念是完全相通的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我們應收票數就會提到 它的入帳金額的決定 所以你可以看一百九十一頁 理論上我的應收票數應該是 因未來可收到的利息跟本金的限時來入帳 但是如果你主要一頁行為所產生 主要一頁行為所產生的應收票數的話 它通常它的時間是短一年的 那短一年的話就跟應收帳還一樣 它其實就沒有什麼限時的問題 我們認為它的限時就跟那什麼 就它的票面金額就跟它的限時是一樣的 但是如果說我的時間是比較長 或者是說我要比較嚴格去計算 那我們就要去算譬如說一年這個十二九個月好 才會有一年 九個月之後的限值 九個月的價值跟現在的價值並不會一樣 對我入帳的時候就要限值來算 但是我剛剛前面講到其實基本上 因為應收票據它的收限時間都是在一年之內 原則上我們是不用去計算 不用那麼輕輕計較 因為差異就不大 所以我們就不用去管過它的六個月前後的限時也會不同 價值也會不同 但是如果我要非常的輕輕計較 或者是我的應收票據的收限時間比較長 那我們就要去用限時來入帳嗎 那我們就要第一個先去看一下 先去把這張票據拿出來看 你看這張票據有沒有利率在上面 如果有 那我就去評估 這個利率跟市場利率有沒有不一樣 好 如果一樣它就沒有 它的票面的金額就會 它票面票據上面的金額就會跟限值是一樣 但是如果它的票據上面的利率跟市場利率是不一樣 那你就是要去算它的折限值 好 那當然如果你的票據上面是沒有利率 它一定也有折限值的問題 好 所以這邊就要去談這個問題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市立五 好 市立五它就說合併公司 好 佔192頁 他六年預約號借給三立公司 然後取得面額一萬塊 每一年年底複習一次三年到期的票據預防 好 那假設它這個是有票據 它已經講了取得面額一萬塊 每一年複習一次 好 但是這一萬塊怎麼時候還 三年之後才還 好 那我們假設市場利率是10% 票面利率也10% 第二個是票面利率10% 但是市場利率只有8% 好 再來是我的那個票據是不複習的 但是市場利率就公平利率是10%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的限值怎麼算 好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分路 如果要寫分路也是蠻固定的 只差在我們的金額怎麼算 因為基於不同的條件 我們的金額的算法結果就不一樣了 好 所以第一個假設它的市場利率是10% 然後呢 票面利率10% 那其實它的限值就是一萬塊 但你假設票據的面值是一萬塊 那你也可以算看看 好 你也可以算看看 那我們就像前面有年金後面是負利 因為呢 每一年年底複一次利息 普通年金 好 所以呢 我看一下它的限值是不是一萬塊 乘上票面利率10% 它要負幾次 負三次 好 市場利率可以10% 好 這是大批平均 再來 我三年之後 它呢 要負給我3萬塊 就是負利限值 好 你可以去把這個限值因子帶進來 也是什麼 一萬塊 好 我們先把這三個條件 這個票據的限值先算出來 第一個條件 票面利率跟市場利率都一樣 10%的話 票面金額就是等於它的限值 好 我寫給你看 你也可以代數字去算看看 一定是沒有問題的 這是第一種情形 第二種情形呢 是票面利率是10% 但是市場利率呢 只有8% 好 再來 三年之後呢 我要還這1萬塊 然後在市場利率是8%之下的限值是多少 好 這個人可以算看看 好 那第三種是 我都不付利息 所以這個呢 它的 這不付利息啊 所以三年之後的1萬塊是現在多少 假設市場利率是8%之下 1萬塊的限值是多少 好 我們查一下我們的票 154頁 114頁 就是我們第四章的 好 所以有時候呢 這個東西知道未來市場上面的道德 可以看一下 負利限值如果是8% 其數是3 好 0.79383832 好 這個 這個 我把寫出來 0.79383832 好 那我們查一下負利限值10%的話呢 3期是0.751315 0.751315 0.751315 這邊有兩個地方都用到 好 然後再來 然後再來 10%的年金限值 好 查157頁 其數是3 如果是8%的年金限值的話 是2.577097 2.571 2.572 0.972 好 如果是10% 2.486 8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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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我們來試算看看 所以第一個呢 我剛剛已經講說這個算算 第一個我們可以知道這個是等於10萬 第二個我們可以判斷出來 這個算算是甚麼 大於10萬 第三個一定是小於10萬 還是小於1萬 因為票面利率比較高 市場利率比較低的話 一定甚麼 會低價 好 這是我們之前有講過的 好 那我們來試 我們算看看就知道了 假設第一個1萬乘上 我們來證明第一個 算算也是10萬 好 乘上10% 乘上2.486852 再1萬乘上1.751315 好 算算 1萬乘上10% 乘上2.486 852 再加0萬乘上1.751317 可以10萬 跌給1萬 好 沒問題 第一個我已經證明完了 再1萬乘上10% 乘上如果市場利率是8%的話 是2.5770972.577 好 再加1萬乘上1.793832 2.73832 最算算是10萬515 1萬 跌給1萬 1萬1.751317 1萬1.7513 像這個呢 像這個呢 因為會影響我後續的氣氛 所以我就要重複在 今天感覺這個習慣 好 1萬乘上1% 乘上2.577097 加上1萬 乘上2.0.793832 好 10515 沒錯 那我們再看稅下面的 1萬乘上1.751315 所以是7513 好 它的限值 它的限值 好 我們算出來之後才要寫分路 好 那我們來唸一下 我的分路要怎麼寫 這三個 運動 對 五十三 那我去詢acks 我可以! 我也是 我的擴展 頭一 面 然後 子 孩 好 第一個我們是借給人家 那第一個限值如果是1萬的話 表示我借給人家也是1萬 好 所以 插6年1月1號的時候 我們要幾個時間點多分錄 因為是插6年的1月1號 插6年的12月31號 插7年的12月31號 插8年的12月31號 三個時間點 因為剛好借的是3年 好 所以我們要寫這3年的分錄東西 好 插1年1月1號 我的分錄既然借錢給人家 所以我先帶現金 借應收 借款 好 其實我比較不喜歡寫應收帳款 因為我們剛剛講的除非你是什麼 除非你是金錢業者 就是你是銀行 你借錢給人家是你的本業 原本應收帳款應該是什麼 你的主要營業行為所產生的債權利用 好 這個例子裡頭我們看不出來 它是不是這個是它的本業 因為它只能告訴我們說 它借錢給這個三立公司 好 它並沒有告訴我 它是金錢業者或不是 好 那 可是它有開票據 對不起 因為它開了票據 因為我們現在叫做票據 對 應收票據 那我會比較贊成的 你可能要把它分明一下 它不是主要你業行產生的 所以你可能要把它註明一下 是借錢給人家做產生的票據 我比較贊成一下 比如說你的會計分錄設計得好 你在管理上可以做比較大的一個功能 因為在管理上面 你可以從會計資料裡頭 你做很多的管理的一個這個決策 好 那我們一雙票據 第一個例子呢 我是一萬塊 我借人家一萬塊 好 第二個 我借人家不會借一萬塊 我借人家比例超過一萬塊 好 最重要票據呢 可是我以為我得的票據的金額是一萬塊 基本上我們比較習慣 我會票據寫一萬塊 因為票據的面額是一萬塊 但是我借給他的是一萬零五百一十五 好 那這種情況之下 票據的面額只有一萬塊而已啊 可是我借給他的金額 現金是一萬零五百一十五 因為我算過了 如果根據他給我市場利率 大概都是公平的情況之下嘛 所以我借給他的金額一定會超過 這個 我借給他的金額一定會超過票據的面額 這個時候呢 我就會任列一個會計科目 我們叫做訂收票據 他就寫一萬零五百一十五 他就寫印收票據一萬零五百一十五 也可以 可是我這樣寫我也比較喜歡這樣子寫的原因是說 我充分去表達出來這張應收票據 他的面值就是一萬塊 好 所以我這邊會多出五百一十五 好 第三種情形 好 如果我借給他的 他是無錫的票據 但是呢 我一定不會什麼 無錫借給他 所以我應收票據一萬 怨念了一萬 我借給他 只借了什麼 七五一三 最中間會差了二 四 八 七 是我的什麼 訂修票據折價 好 我看他都寫紅色的話 我看他就寫紅色的話 第三個呢 因為我的票據的面額比較大 而我借他的機能沒那麼多 所以我叫做 應收票據折價 好 但我要告訴你的是說 如果我這個差六年一月一號 把錢借給人家之後 差六年那天呢 我這個五點下班之後 我顛倒表的話 我這張應收票據的價值有多少 呈現在我的資產負債表的 應收票據的價值有多少 第一個例子 就一萬塊 因為應收票據就單純的而已嘛 一萬塊 第二個例子 我的應收票據的金額是多少 應收票據加上應收票據抑價 所以我的應收票據在 差六年一月一號那天的價值是 一萬零五百一十五 好 那如果說我是第三種情形 那我的票 我的應收帳款 我的資產負債表裡面的 應收票據這張的價值是多少 是七五一一三 因為我的應收票據減折價 這樣看懂嗎 好 所以在課文上面可能寫法呢 他是把它整個都寫在一起 就是他都通過應收票據 他有啦 他有把它分出來 好 他有送票據折價 他也有書上把它寫成 他的種了 也可以 好 那這是第一個 我先告訴你說我這樣寫 這張票據 第一種情形 這張票據的限值就一萬塊 第二種情形 這張票據在 差六年一月一號的限值 就是一萬零五百一十五 第三個例子呢 是這張票據在 差六年一月一號的價值 就是七千五百一十三 好 所以只是用科目 去把它不同的呈現而已 但因為票據上面是一萬塊 所以我就一萬塊去入賬 然後再來我們看一下 差六年的十二月三十一號 主動可以來囉 好 不是這一天做完就好啦 好 票據折意價 他的相對科目都是什麼 跟利息並沒有關係 好 大家這樣都跟利息並沒有關係 那第一個例子呢 好 因為我每一年年底付利息 好 所以在差六年十二月三十一號呢 我借利息費用 第一個例子 好 財現金 因為我付利息 好 那我呢 第一個例子 因為我票面利率也是 就是跟市場利率都一樣 所以我每次借現金 借利息費用 貸現金一千塊 第二個例子呢 好 第二個例子呢 因為我要 我付利息的時候 是根據票面金額成帳 票面利率 我收利息啦 因為現在我是一雄挑戰 對不起 先翻了 因為我現在是收 我這是債權 所以我是會拿到現金 那成的利息收入 好 因為我是債權 好 那我們現在看一下 第一個情況 你票面利率也是百分之十 市場利率也是百分之十 我就借現金 貸利息收入一千塊 那第二個例子呢 我票面利率是百分之十 就我收到的現金是一千塊 可以當受講好的 好 根據票面利率 乘上票面金額 是承認我收到的現金 因為大家是當初寫好的 但是呢 我的利息收入 是必須根據市場利率來的 那我的市場利率是多少 我這次一萬塊 乘上市場利率就百分之八 所以我只會收到利息收入是八百塊 可是市場我收到的是一千塊 就我有另外的兩百塊 叫做什麼 就是我剛剛這邊 第二個例子是有個運輸票據議價 這個議價 我們說折議價 它的相對客戶就是利息費用 這個折議價必須在這張票據的 存續期間裡頭去把它判銷掉 然後它相對客戶就是利息費用 原來發現議價在貸房 借房 它議價在借房 所以我要把它 我要衝銷它的話 然後更貪它的時候 它寫在貸房 所以它這個時候本來是借 我把兩個分數寫在一起 本來是借現金貸利息費用一千塊 然後再來借利息收入 對不起 借現金貸利息收入一千塊 好 那我現在是借利息收入貸運休票去議價 好 因為我要開銷它 兩百塊 等一下好 我這張票據 對不起 這裡應該這樣子 因為我剛剛講我這張票據的 不是兩百塊 因為我這張票據的 這個借錢的那一天的金額 是每一次說我實際上借給它 是一萬年五百一十五 一零五一五 乘下百分之八 這個金額是不是兩百塊 好 因為我借它的金額 實際上借它的金額是一零五一五 這樣看懂嗎 因為你看我是不是帶現金 是借給它實際上借給它一零五一五 只它給我一張一萬塊的票據 然後上面有住民的利率是百分之十 好 那我剛剛算這麼多 就告訴你說那我實際上借給它多少錢 所以我借給它是一零五一五 所以根據市場利率是百分之八的話 那我就要扣掉 就去承認的利息收入 對不起 這邊不是直接從交房 一零五一五乘上百分之八 我的利息是八四一 好 這邊我的利息是八四一 但是我實際上拿到的現金是一千塊呀 好 八四一 所以我承認的那個議價貪價的金額是一五九 這樣看懂嗎 好 因為我實際上借它的是這個金額 你可以看嘛 我的工作是不是帶現金 是不是借它這個金額 那我算的時候呢 因為它付我利息的現金 是根據票面上面的記載來做的 票面上面的金額是一千一萬塊 然後利率是百分之十 對不是一萬塊只要百分之十 它要付給我一千塊的現金 但是多少是我的利息收入是多少 好 我根據有交易率碼 因為我借它的本金是一萬年五百一十五 市場利率是百分之八 所以我承認的利息收入是八百四十一 那我拿到的金額超過八百四十一的地方 就是我貪銷之前所承認的議價 這樣看懂嗎 好 那第三個呢 好 我借給它的金額是七五一三 市場利率是百分之十 可是因為這個例子裡面 它已經講了喔 這三年呢 它會不會告訴你不付錢 第三個條件呢 是不是告訴你說呢 它呢 沒有利息 然後是你的資產資金 換言之 它你借給它的錢呢 這三年的年底都沒有利息收入 是最後一年 它才一次付給你十 就還給你一萬塊的 所以 它雖然沒有付你錢 可是呢 沒有付你利息 可是你要知道 我當時候借給它七千五百一十三 它最後會還我一萬塊 那這當中是不是有一定 還是有利息存在 所以它的折議價 我剛剛是不是講說 跟利息是有歸期的 好 所以我們就要算 那因為我只有借它 實際上我借給它 你看你代現金就七千五百一十三嘛 就等於說你實際上只有借給它 七千五百一十三而已 所以我年底一樣 借錢還有五付利息的 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天下沒有這種事情 所以呢 我一定還是有利息收入 只是我到時候一次收而已 所以像這個例子的話呢 我第一年年底 我沒有收到欠 好 所以我就不能代替欠金 我會代替的是什麼 印修票據折價 好 印修票據折價 中間是什麼 好 我寫在下面好 這個時候呢 我有印修票據折價 要去通銷它 一樣啊 跟利息價一樣 這個折議價呢 我會在這個票據的存據期間 什麼 有 那個有 應該是嘛 有效率的 或者是照市場的原因去做貪銷 好 所以呢 七千五百十三 今年的利息是多少呢 就是百分之十嘛 所以我的貪銷的金額是七一 七五一 帶什麼 帶利息收入 七五一 雖然我沒有拿到錢就是 我借他錢就是四十 所以我還是會成全利息收入 七千 七百五十元 好 這是差六年 那差七年呢 我一定要寫到差八年 課本上雖然有寫了 但是 我不知道我這樣講會不會講得太仔細了 你們都已經很清楚了 可是 好 我們看一下 在差七年的十二月三十一號 情況一 一樣我是拿到現金一千塊 才現在利息收入 一千塊 但是第二種情況呢 原來我這張票據的價值有10515 但是你可以看一下 這10515是原來是一萬塊的票據的金額 加上我地價的金額是不是515 但是第一年年底 我意價已經減少了159 所以我這張票據在差七年初的時候的價值 就沒有10515那麼多了 所以是10515 加上149 就剩下10366 10366 然後乘上市場率率是百分之八 因為市場的有效率只有百分之八 這張票據在差六年第一年 我貪銷完之後 這張票據的價值 或者是它的帳面金額就只剩下10366 所以這張利市場率率是百分之八 所以呢 我第二年呢 承認的利息收入就是829 好 但是我拿到的現金還是1000塊 為什麼 它不給我的現金就是借票面利率 票面利率乘上票面金額 一萬塊成了百分之十來的 所以我還是拿到1000塊 可是1000塊裡面的 有一部分是什麼 例如利息有一部分是還本金嘛 是算是還本金的意思 好 所以我這邊呢 一樣會產生的是 例行 應修票據 議價探銷的金額 跟前面一樣 應修票據 跟這裡一樣 是下一個年度 所以呢 我應修票據 折家的金額呢 而利家的金額 貪銷的金額是171 再兩個加起來 剛好是1000塊嘛 好啦 那第三種情形呢 一樣 我是承認我沒有收到錢 所以我叫做什麼 應修票據 折家貪銷 在第一年一開始的時候呢 我的應修票據是不是 一萬塊 減掉 我折家的金額是2487嘛 所以我那時候的金額才是7513 但是現在呢 我2487的應修票據 折家 第一年已經攤銷了多少 第一年 年94都探銷了750例 所以呢 我的折家金額就沒有那麼多了 好 所以呢 我的折家 在第一年做完之後 我呢 一萬塊去減掉 好 我是什麼 2487 減掉751 我的會探銷 折家金額是1736 所以呢 我的帳面金額是8624 好 這邊呢 剩下8624 乘上10% 因為市場率是10% 8264 寫翻了 這邊減完之後是8264 所以10% 我所以承認 應修票據折家的金額是826 承認的利息收入就是826 所以我是借 應修票據折家 826 帶 利息收入 826 好 最後一年 差8年底 第一種 第一個例子呢 我是會拿到現金 一萬零一千 為什麼一萬一千 不是零一千 一萬一千 因為有一千是利息收入 有一萬是應修票據到期 借款也要還錢了 好 雖然我是貸 利息收入 一千 貸 應修票據 一萬 這個借錢 就全部結束了 切款所產生的應修貸付一萬 好 這是第一種情形 比較簡單 因為票面利率等於市場利率 等於公平利率 第二種情形呢 你要看喔 好不好 原來 因為我原來的10 原來的10 加上515 這個地下的 減掉我第一次是159 第二次171 所以我現在欠 我的第三年開始 我的應修票據的價值就 515 減掉159 減掉171 所以剩下來的是一萬零一百八十五 好 第三年一開始我剩一萬零一百八十五 所以現在成長8%的市場利率 所以我要承認的利息收入了 所以剩下點零八 所以是815 815 好 我要承認的利息收入是815 可是我會拿到的現金呢 一樣 因為到期要還本嘛 所以是我的應修票據 一樣 要還本 1萬塊 好 那我這邊呢 差這樣喔 我拿到的現金是 一樣是一萬一千 你可以算啊 這兩邊加起來也不平衡嘛 怎麼樣 因為我這邊還有什麼 還有一個應付票據 應修票據 地下要看一下 好 應收票據 地下 所以呢 因為我的利息 我拿到的現金是一千 所以我要衝銷掉的這個金額是一百八十五 因為這兩邊就有平衡 那你可以看一下 我把紅色的這三個 這個 加起來是不是515 我上面是不是 應收票據日價 就是515 所以這邊加起來也是 這三個數字加起來也是515 所以印價的金額就貪銷完了 這樣看懂嗎? 好 那如果說呢 我像剛剛講的這個 好 我每一年都沒有收到錢 好 那這邊呢 第三個例子是 我第三年一次收到一萬塊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呢 我是借現金 一定要我拿到的現金是一萬塊 好 因為它沒有利息 我只會收到現金一萬塊 然後呢 我的運收票據也一萬塊 但是呢 我還是有什麼 利息收入 還是有利息收入 這個利息收入呢 好 我們現在是不是 我的利息呢 我第二年之後的 運收票區的帳面價值 因為我原來是不是 好 一萬塊 那因為開始呢 我是不是 折價減了2487 這意向的金額 第一年探銷751 所以我意向沒那麼多 第二年又探銷了826 所以呢 我的這個 運收票區的帳面價值 在第三年一開始 是把2487減掉的 751減掉826 所以剩下的是910 所以我這個運收票據呢 在第三年一開始的 帳面價值是9090 把它的票面金額去減掉 它未貪銷的折價金額 所以我的運收票據的 帳面金額是9090 好 所以第三年 你看有利息收入啊 根據我欠款的 9090 它百分之10 所以呢 是909 好 但是呢 因為我們有個尾數差 最後有個尾數差 所以我的利息收入是 910 好 那我這邊一樣 有個運收票據折價 最後 也是它910 我把它充掉 910 910 就沖掉了 好 這三個 不同條件之下 三年所做的交易分路 就這樣子 你要記得一件事情說 雖然我的票面利率 或者是我上面沒有承認票面利率 但是事實上 你所承認 所產生的利息收入 都是根據市場利率百分之10來的 只是你的借款金額是多少 好 每個條件是不一樣的 所以你可以看 雖然它給你的是 派了一張票據的面是一萬塊 但是一種情形 它票面利率 跟市場利率是一樣的 第二種情形 票面利率百分之十 但是市場利率只有百分之八 第三種情形是 我沒有票面利率 但是我的市場利率是百分之十 結果是怎麼樣的 就是像這邊寫的 所以跟課本上寫的應該跟文權一樣 好 就是直課本上面 只寫到X6年跟X6年底 它沒有往下寫 它X7年X8年 所以X8年做完 本金那個運收票據也收到錢了 就怎麼結束了 好 這個是X6的整個切換 好 就是課本上面給的例子 好 那X6呢 只是告訴你說 你怎麼去算它的公平利率 就像我們之前講的 在我們的第四章裡面 然後我知道限制 知道終止我 知道期間 知道利率也可以算 所以施利率就類似這樣子 只是它把套上 把它用在我們的會計 就是公司的商業交易上面而已 好 所以像這邊呢 我們很快帶過去 他說呢 X6年的7月1號呢 裴缸公司將上面 金額250萬的土地授與裴零公司 你收到598萬9500 好 三年期補給票率一指 那這個市場利率呢 公平利率不知道 那假設呢 這個土地經鑑定專家呢 鑑定的價值是450萬 那問你它相關的分率 所以你可以知道是什麼 好 我收到的終止是598萬9500 對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例子 跟我們第四章所講的 終止限值來判斷 好 我知道了終止三年之後 我收到的終止是598萬9500 那限值是多少 限值不是照面價值 我們現在請鑑定專家來鑑定 依現在的市場的這個 市場的這個情景來評估 這塊土地的限值是4007萬 期間三年 利率一直大 所以你就是推斷了 要看懂 只是推斷出來之後 你再去做分析 好 所以這個勢力6就不講了 好 所以勢力6請大家回去做一下 好 所以你自己看一下 好 那勢力7也是類似的 好 勢力7呢 好 他說了 那個天鋼公司代理天運公司50萬 然後呢 自從天運公司取得 五年期面額50萬的不復席票據一值 好 不復席喔 那但是呢 有什麼樣的條件呢 他說天運公司呢 允諾天鋼公司今後 可以用比較便宜的價格 來向他買猛項商品2萬的單位 然後呢 第一年呢 他是買了8000 然後每個單位的購價是50塊 那換言之呢 他省下利息 好 他沒有拿到利息 那他說什麼 他沒有拿到利息 他得到什麼 他得到可以比較便宜的 就等於說你的利息還是有 雖然說告訴你不復席 雖然告訴你你買到的金額是比較便宜 但是 事實上我就說了 在商言商 它只是把利息轉換成 你買的價格而已 買的價格比較便宜而已 所以你一定要承認利息收入 那你這個利息收入沒有拿到錢啊 因為它是不復席 沒有拿到錢 所以你相對於就是你的存貨的成本要增加 好 就等於說 如果說那個 我們比較簡單一點講 如果同學有去外面住房子 他說我每個月啊 要先收押金2個月 好 那每個月的房租3000萬 但是呢 這個押金呢 可以到你最後呢 比如說你只住一年嘛 那你第九個月 第十個月 假設啦 所以說 基本上押金的性質 不是為了去抵他的 抵他的房租 基本上押金 房東會給你收押金的 絕大的目的 絕大的原因是 萬一你不愛戶這個房子 好 我的房間呢 被你弄得亂七八糟 來吧 剛剛啊 現在我們要去到這兒 archives 剛才算了 對 這裡有很多嗎 然後 呢 也有很多嗎 請問我啊 是 太用一個人的